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1月5号 礼拜二 我们开低之后 曾经一度往上拉 但是后面还是扎下来 还是扎下来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面 你会发现到一个关键点 往上拉的过程当中 其实那个追加力都不强 那个追加力不强 为什么不强 我昨天有跟各位谈过两线理论 因为台股目前还在两线之下 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空方的格局 所谓两线理论指的是什么 一条叫做际线 际线我把它称之为生命线 蓝色这条线 红色这条线叫做月线 月线叫活力线 所以当股价跌破活力线 那也跌破活力线在生命线之下 这通常是叫两线翻空 台股目前的结构 是一个空方的架构 因为它是一个空方架构 加上1月16号 1月16号 那么我们有所谓的总统大选 所以选举的因素 造成投资人在目前为止当中 会比较观望 但投资人的观望不是我的焦点 我不在意投资人的观望 我在意是什么 我在意是中石户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好 大盘虽然是一个空方的结构 很多人在问我 杨老师那选举之后 会不会台股就往下掉 因为以往的选举之后 通常行情就没了 我曾经跟各位谈过一个观念 我说现今的台股 跟以往的台股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已经摆脱掉起涨起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即使选后 或许会有短线的卖压出来 或者没有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一点 即使有这个压力出来 它都不会影响到你的操作 我认为操作才最重要的不是吗 就好像台股在这个阶段 从8800多点 一路修正回来到7980点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修正了将近1000点 900点的一个幅度里面 这个地方谁在涨 11月 去年的11月 生计跟太阳能在涨 那你能说大盘在走空 你就不做吗 当然不行 当然不行 更何况我跟各位谈过 我说这个叫做出生段 修正完之后 后面会走主生段 那主生段怎么起来 由谁来带 所以我刚才谈到了 我说即使投资朋友 在目前是比较观望的 你的动作我并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忠实户做了什么动作 所以呢 如果我要在意忠实户 我要怎么看 当我谈到忠实户这三个字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第一个你想到 升级嘛 对 升级股 所以升级股在今天的一个表现里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持平 大盘下跌 升级股是持平 可是他并没有很强烈的拉抬动作 所以基本上 忠实户应该没有再回来升级股 不过 股王浩顶 今天的表现可均可跌 股价打下去之后拉了起来 代表低档是有人在手 有人在手 所以那浩顶的一个指纹 或许升级股 因为它是什么 这是两条线对吧 股价跌破月线在季线之上 这是长多的姿态 长多姿态之后 这是一个整理格局 所以浩顶在整理 浩顶在整理 我们先把两线理论跟各位来分享好不好 好 如果你想要知道两线理论 我来先跟你分享一下 什么叫两线理论 这是我的两线理论 股价如果在月线之上 月季线之上 那股价越线大于季线 这叫长多 那股价如果大于季线 而季线大于月线 这叫中多 如果季线小于 股价大于这个季线 这个季线 股价大于季线 却小于月线 它是一个回答 那股价小于月线 小于季线 这是一个长空 这是一个长空 也就是股价在月线跟季线之下 而月线又小于季线 这就是大盘的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长空 所以目前整个大盘的结构 是一个空方的结构 但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在空方的结构之下 有没有股票上来 有啊 我们的PA双冠 我们全新拉上来 待会跟你谈谈 全新今天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我一直认为中时户的部分 我该谈到 如果说 你听到中时户这三个字 你第一个想到一定生计股 第二个想到什么 太阳能 可是今天太阳能有利多 4934的太极 它的营收创了历史新高12月 可是它股价什么 开高压回来 可是你看我的全新 开低涨上去 好 我来谈一个东西 如果中时户的部分 它没有回到生计 也没有回到太阳能 它会回哪里 我的结论是 它回到了PA跟光通讯 那怎么样来看待 下个节奏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我来跟各位分享 休息一会 进入广告 待会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刚才谈到 我说 我在意的是中时户的动作 如果中时户没有回到生计 也没有回到太阳能 如果有今天太极这么强的一个力多 它应该先拉长灵板 然后所有太阳能都往上跟 因为中时户有个惯性叫做 群聚的效力 它们会有什么 族群性 但是我在太阳能 并没有看到族群性 指标股都没有拉到长灵板 这说明 它们没有进来太阳 好 如果中时户没有进来太阳能 没有进来所谓的 这个生计股 它进到哪里 我带你看两档股票 一档是光环这样走 这叫光通讯 一档我给你看到的全新 这叫PA 另外一档 叫做文帽 这是PA 好 也就是中时户 会不会进到PA跟光通讯 所以我在今天测标下得很清楚 我认为PA跟光通讯 有可能形成阶段主流 如果有可能形成阶段主流 我下一个要布局的方向 除了PA的部分之外 另外光通讯是我选择的一个标的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一直跟各位分享我的操作观念 就好像这一次的全新 我们从40块一路做上来 我们从40块一路做上来 两线翻多之后 我买几去买了40块 一路做上来在这边不断买 最后一天买在什么 45块 今天成绩供到50块 今天一度打破45块 但我还收回去 好 今天的全新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我带你来看 好不好 早盘出现了快速的击杀 早盘出现 这个跌幅是3% 你不要看他一点点 这个跌幅是3% 最低打到什么 44块半 这个击杀在做什么动作 如果你把他的两线拉出来 你会发现 今天往下打 原因在哪里 开盘就往下打 是要让他破月线 有没有 破月线 破月线 你收盘看到什么 是下影线代表什么 代表这是洗盘成功 所以呢 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如果他往下打是洗盘的话 因为他在往下打的过程 没有看到任何盘口 也是出货的现象 就散单往下打 打完之后快速急拉上来 从44块半涨到48块半 这一段拉的幅度是4块钱 一张差4块 你一个错误的动作 你卖掉了 你就差4块钱 一张差4块 10张叫4万 更何况这一段幅度什么 9% 从44块半涨到48块半 那是9% 一天 你的错误的动作 会让你少赚9% 所以呢 我们没有卖的原因是 因为我知道 全新 它在今年的第一季 会有一个新产品 跨入到光通讯的领域 而这个产品 会跟联雅相关 我已经跟各位谈过了 有没有 联雅今天是这样走 如果光通讯 PA跟光通讯是阶段主流 那全新绝对是主流中的主流 因为它是PA 又跨足光通讯 另外一个部分 值得一谈的 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1142张 再48块 我带你看一下 这叫 你现在看到这叫鸭单 这是收盘 你看它盘中 1点20分24秒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 它挂出1226张 再48块 这叫外远单 这是全新的外远单 我一看到这个 我就知道 透懂了 没问题了 大咖进来了 会挂在外盘单 代表你手上有1200张的股票 你才可能去挂在这个位置 对吧 你没有股票是不可能挂单 你可以挂在买盘 那是因为你有钱就可以办得到 你要有股票才可能挂在卖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你挂在这边1200多张 你卖得掉吗 卖不掉 为什么 因为买盘就有7张 23张 24张 32张 27张 那你挂在这边目的哪里 这叫外远单 外远单在盘口语言 叫做主力希望散户 把股票杀出来 所以我知道 它后面会拉回到48块 为什么 因为这叫仙人之路嘛 好 当你回头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全新的大咖进来了 如果全新的大咖进来 你会发现到 尾盘拉上来 492张 拉到什么48块 好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假设全新的部分 这一段 我们从40块买进 这一段叫做出身段 修正之后 准备要走主身段 有很多的股票 主身段是中实户进来的方向 所以怎么去掌握才是关键点 这一段行情 我帮各位掌握到PA的部分 下一个部分 我要帮你掌握的是光通讯 我认为第一季 除了PA之外 光通性也是值得注意的 那怎么去做 如果你有想赚红包钱的投资朋友 欢迎各位跟上杨老师的脚步 这个阶段 大盘在修正的格局里面 刚好提供给阶段主流 最佳的掌声空间 掌握波段启动的开始 掌握红包行情 谢谢接受看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